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望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的新西兰伊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晒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见到澳门虽然叫特杂式 可以和大家通关 但对于有核酸才过去 如果你要去住酒店等等 手续仍然非常繁复 是不是很烦呢 又未算 不过有这么多东西要看完 准备完 少一步都不行 都没得住 要睡街 可能对于喜欢方便的香港人来说 也有点要却步吧 是的 始终都是麻烦嘛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咯 还是不要去住 还是比较烦 不过又奇怪 要你去日本那些乡下又觉得OK 那些都OK 没问题 因为那些多辛苦都要去 没错没错 也都见到一些网友说 留意到市面上多了很多香港人都要去买行行 即是准备去旅行的 是的 我现在看电视上广告很多了 有些买行李箱广告很有趣 就是带着大行李箱去货货 变成这个圣诞来说 澳门虽然有这个特杂 不过都好像有些私人独潮水的勤嘴 都好像没有预期的爆炸性效果 看到一些媒体 有些都会派人走过去看看 没办法 可能核酸都比较稠 跟我估计都有一些落差 我都没想过这么少 看到一些朋友过去拍照片 拍片 那边究竟变成怎样 以前相当震撼的 手信街 有过半数的店铺都没办法 或者也发现了 很惨 店主还说 疫情爆发后生意下跌了九成 九成都正常的 那些游客都离开了 游客都离开不了 也没办法 尤其是大家很有指标性 有一条斜路 走上大山巴 那里我都很有印象 两边是开了这些手信的店铺 我还记得 走上大山巴 有多辛苦 有些说 走着走着走着 又说肚饿 又说累 又说要喝东西 又说要吃东西 我们喂食就喂食 在两边可以买着葡萄 一边吃 一边买杯咖啡 一边下边吃 然后试试一下这样 又试试一下那样 还是怎样的 最后这么辛苦 其实也不是因为你走得辛苦 是你一边走 一边买 你要拿东西上大山巴 那就辛苦了 也看到很多人头涌涌 去拍照 原来看到一些媒体拍到 都不复见 那没办法 甚至连知名度很高的巨记 比他差一点的嘴香圆 甚至买什么猪扒包 都要关掉 其实挺有的人害怕 连巨记都要关掉 我明白名字叫巨 就是需要停一停 休息一休息 都要休息 休息一休息 是 没有生意的 出来的结果都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 唯一办法adım 只能够都是跟房东谈闭 可不可以停租 这是没有生意整地 somehow 四个人 反复本地人也不会 zijn 特地去那个地方买的 他们这些店铺 是特地叫做游客生意的 对不对 没错 刚才台英说租的问题 天与地 似一似一似一似 疫情爆发之前 太平盛世 风风光光的时候 我还记得那些巨机 大家都知道 开到澳门 周围都见到他们的店铺 周围都见到他们的产品 周围都闻到那股杏仁饼 蛋卷那股脏 去到这么夸张的情况下 每个人都拿着楼子进去买 所以他们去租店铺的时候 还要找一些员工 伙计 还要生面子 因为澳门人多 大家都认得你 找些生面子去租店铺的时候 还要问你什么类型的店铺 还不可以告诉他们你是巨机或者是嘴香圆 如果你告诉他们是巨机的话 就麻烦了 如果他们知道你是巨机离开 理论上应该就不能减租给你了 甚至乎可能还要挫你贵一点 这样搞的吗 这个也很正常的 你出名嘛 出名的自然负担能力就比别人高了 对吧 你是巨机 还叫我减租给你 你说义记 或者义德台仰离开 卖花生糖 杏仁饼 可能要便宜一些 我只是新责 可以便宜一些 试试开一些手信店铺 便宜一些 减一些 可能你是叫义记或者义德记 都可以减租 如果你是巨机呢 不好意思 不用啊 你这么出名 假什么呀 你的招牌放在这里 即时升价几倍 甚至乎 连带到附近的店铺 到时来逐租的时候 都要升啊 都要啊 减一减 不是吧 你们附近有巨机啊 巨机 不是的 他们抢了我们的生意 不是的 巨机可能带动到人流来到这里买东西 不是的 每个都去买了巨机不买我嘛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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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多了这么多人 到时流来到这里 这家店都会发过猪头饼 够了 没有搞错啊 减乱都不够 那时候他们的租铺或其他情况 是旺到这样的 现在看到手信街有40%的店铺 都叫做收拾了啊 人流剩下20%啊 很多这些不同的事情 现在看到大家希望 期盼 捱得过和内地全面通关之前的最后的阵痛 他们就要拼一拼看看是否能顶得住 你是想象不到澳门会搞成这样的吧 不过你现在封关封成这样 封了这么久 也没有人猜得到这个疫情搞这么久 都是想着 希望搞回一段日子 就应该放松的 但是小估不到 一封就封了这么久 其他地方有的人想来也来不到 再加上澳门那边的防疫措施也是很厉害的 现在其实是逐步逐步的放松的了 希望可以生意会好一点 等了捱了这么久了 也不撑在咯 现在已经是可以捱得上了 快就捱尾了 如果这个时候的话 有些可能是约房 我想真的撑不住的一些商铺 都已经走光了 到现在为止都能够捱到现在 就最好捱了它 差一点就已经 那些人的生意应该会回来的 我估计是这样 台昂的看法跟店铺的老板也挺近似 最重要是捱卖这一关 他们也很正能量 你说会不会骂政府 我们现在很惨 什么派钱也不够了 还是怎样的 他们的正能量是来自什么呢 他说都看了自己 之前几十年了 都累积了很多熟客 还有生意可以维持到 虧肯一定会虧肯 但是虧肯少一点 那个正能量是来自于什么呢 其实我都风光了这么多年 我们风光了这么多年的时候 你没有积谷房机吗 风光了几十年 现在叫你顶多年而已 那你顶不了 顶不了 语人无诱 是吧 这是实力问题 平时没有存在一块 但是你谁会猜到 会有这样的情况 这么差的情况才行 老实说 没有人猜到 是吧 你说要顶多年 是不是叫做顶不了呢 人人不同 不过你说 是小一点的 一间半间铺 都可能叫做顶得到 不好意思说一句 例如嘴香园的 始终跟巨肌有一个距离 但是他又不是不用心 看到嘴香园的 都很难去做 刚才唐英也说了一点 就是澳门自己的人都不吃了 你在澳门住 你就不会去买花生糖吃 真的很少 有空买一两包 或者不会在这些大店买 在小店买便足够了 小鸡去这些大店 贵也贵过人 这些习惯游客生意 突然间没有游客 那当然是死的 对吧 我也喜欢吃巨肌的 腰果曲奇 如果你说 在当地住的 买不买 那就不吃你这些曲奇 隨便吃其他便宜些 其实挺贵的 这个巨肌的腰果曲奇 是好吃的 不过很贵 那当然了 游客生意当然是贵一点点 你一般人怎么会去买他们才行 又不是只有他们一档又买 等于这样 很多香港朋友来到台湾都会买一个叫 微热山丘的鳳梨酥 其实微热山丘我经常都可以在附近 都可以看到他 我都会买来吃 很贵 很贵 凤尼酥有很多人做的 有很多牌子的 哪个要用 一定要光顾他 如果贵的 我选择就选择便宜 尤其是本地人更加 或者叫过客口饮 那就算了 会不会是 经常买来吃 又买很多 也不会 凤尼酥你不会不停满吃 不是薯片 你吃一粒 一粒起两粒子 接着还要用葱杯茶 烏弄茶才会去肥腻 我不知道 我觉得凤尼酥油 吃完整嘴油 又甜的东西 太甜了 要喝一口茶 才会好些 夹些 对比起 等于台湾 会不会经常买蜜糖 例如新西兰最出名的羊脂 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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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咬喉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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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蜂蜂�蜂蜂蜂�蜂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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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那些护肤产品 羊架 我也很少买来吃 一年里面也不知道会不会买超过三次 所以在那个地方住的人很少 或者是经常吃或经常买 产品 很少 不会自己吃的 就算你说乌龙茶 其实台湾方面也很少喝乌龙茶 多数喝红茶 红茶比较多 你说喝乌龙也比较少 不是没有 而是少一点 少啦 一般游客去到台湾买茶也是想起乌龙茶 没错 所以原因就是这样 见到澳门这个情况 只要靠网购 叫他们先顶住 网购也可以 我也不太清楚 我没试过买这些手信 透过网购买 一般都是去到澳门想起这些手信 才会专程过去买 我试过最坏的一次 我连手信都不买 因为公司付款 我就能够搭头等的船 坐头等的位置 就可以回香港 如果你坐到差不多了 现在还是不是 他会给一盒是咀香圆的饼 混合了很多不同口味 然后我还没吃 我就特意留起它 然后回到家了 咦 去澳门工作了 有没有收信 这盒就收信了 这么有趣的 很可爱 这盒里有所有的 但其实是赠品 我一来一回就有两转 我就有两盒 两盒 哇 感觉上好像很多 哇 有两盒怎样 买这么多真的很辣 真的乖乖了 就是这样 希望看到澳门方面的朋友 大家对于疫情也不太紧张 可能每个人都会想着 哎呀 都觉得确诊是迟早的事 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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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来玩的 怕不怕确诊的数字会爆上 不怕那么多了 遲又确 早又确 什么都确 算了 不要管那么多了 我们看到就算香港方面 口风也有些转了 例如问问奴局长 会不会共赴王全 说给大家说 急诊室和其他医疗方面 都已经准备好 应付有机会确诊上升之后 所带来的医疗压力 就是 宁愿是这样说 就不会说会不会共赴王全 怎样都好 我们都不希望因为有人确诊而离开这个世上 但没办法 在这些情况下 唯有做好医疗系统 怎样去应对将来的确诊问题 也是的 好 那我们今次先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早日走出疫情的阴霾 多谢大家 拜拜 没错 拜拜